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茂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找对人生的目标 有个故事说到 有位父亲带着三个儿子 到草原上练习猎杀野兔 在他们到达目的地 一切准备得当 就要开始行动之前 这位父亲向三个儿子 提出了一个问题 他问三个儿子说 你们看到了什么呢 老大毫不犹豫地回答说 父亲我看到了 我们手里的猎枪 还有在草原上奔跑的野兔 还有一望无际的草原 此时父亲摇摇头说不对 于是老二紧接地回答说 我看到了爸爸 大哥弟弟猎枪野兔 还有这片茫茫无几的草原 这时父亲又摇摇地说不对 此时 专注于目标的老三 只回答了一句话 爸爸 我只看到了野兔 这时父亲才说 没错 你答对了 另外一个故事也说到 二次大战时期 有位军阀 每次处决死刑办事 都会让犯人有两个选择 选择一枪毙命 或是选择可以从左墙的一个黑洞进去 但进去后的命运是生是死为之 所有的犯人都宁可选择一枪毙命 而不愿进入那个不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的黑洞 有一天 酒后围醺的军阀显得相当开心 旁人很大胆地问他说 大帅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从这个黑洞走进去 究竟会有什么结果 这位军阀回答说 没什么了 其实走进黑洞的人 只要经过一两天的摸索 就可以顺利地逃生了 人们只是不敢面对不可治的未来罢 亲爱的朋友 看见了吗 目标分散会让你无法命中把刑 但更糟糕的是 慢无目标不知未来如何 更是会让人陷入恐惧 害怕因而错失了好机会 有明确的目标 才会为行为行动指出正确的方向 也才会在迈向标杆的路上 扫走一些冤枉路 事实上 慢无目标或目标过多 都会阻碍我们前进 所以如果要实现梦想 就必须清楚知道自己的目标和使命 圣经中有一个人 非常清楚自己的目标和使命 就是耶稣 耶稣的目标是走遍各城各乡 宣讲天国的福音 于是他无论做什么 都是围绕着走遍各城各乡 遍传天国的福音 但是这件事只有耶稣一个人 是不可能做到的 所以他培育人才建立团队 训练门徒 打发他们到不同的地方去 这使得他的工作有了最大的扩展 最大的延续力 能够永续经营下去 亲爱的朋友 一个领袖的思维 不在于自己要做得多大多好 而是要有清楚的目标与使命 懂得栽培人才建立团队 扩张你的影响力 这才是真正有远见 有格局的领袖 今天祝福你 不仅有聪明有智慧的工作 更是找对人生的目标 在团队里向着标杆直跑 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 是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以上节目由中广流行网 罗娟大伟主持的早安EasyGo直播 欢迎电台 好家庭联播网联合播出 士林林良堂 祝福您有美好丰盛的生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